这里是博物馆 太好了 终于有人来了 是谁 别怕 我是这座博物馆的馆长 负责管理希腊神话中的 二十件重要宝贝 不过他们年代久远 慢慢都坏掉了 所以来这里参观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那你把这些坏掉的宝贝 修好不就行了吗 你看那边 只要回答出小牌牌上的问题 才能修好这些宝贝 可我已经不记得答案了 不如我把你送到希腊神话世界里 你经历了和这些宝贝相关的故事后 再回来告诉我答案 那我不就可以看到希腊正神了吗 馆长放心 我可是故事大王皮皮 对希腊神话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肯定能找到答案 太好了 这是要修复的第一件宝贝 它的问题是 这块石头的作用是什么 你准备好了吗 嗯 开启吧 时空之门 是谁在哭呀 小舟斯 别哭了 这样会被你爸爸听到的 啊 啊 这个小婴儿原来是宙斯 那他的爸爸就是众神之王 克罗诺斯了 我记得他非常残忍 因为担心自己的权利会被孩子们夺走 于是就把他们全部都吞到了肚子里 这些孩子都是神明 他们不会死掉 但从此也失去了自由 被囚禁在爸爸的肚子里 啊 如果小舟斯的哭声被克罗诺斯听到了 肯定也会被吞掉的 瑞亚 那孩子是不是出生了 咦 瑞亚竟然用一块石头包成了小婴儿的样子 呀 那不就是我在博物馆看到的石头吗 快把它交出来 克罗诺斯 他是你的儿子呀 我的权利 神眼别向夺走 哈哈哈哈 周斯 你是我最后的孩子了 我一定会保护你平安长大 周斯 你在做什么 妈妈 我决定要推翻我的父亲 代替他成为众神之王 不行 这太危险了 克罗诺斯有非常强大的神力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不用担心 我有神奇药水 我可以先把兄弟姐妹们 从克罗诺斯的肚子救出来 用了他们帮忙 我就有机会打败克罗诺斯了 啊 这神奇药水是什么呀 不行 我要跟过去看看 克罗诺斯竟然吐出一块大石头 啊 那一定是代替咒诺斯 被吞下的石头 紧接着 咒诺斯的兄弟姐妹们 也被偷了出来 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 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爸爸太残暴了 大家团结起来 把他推翻吧 就凭你们也想打败我 啊 哎呀 咒诺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被打败了 他们需要更强大的帮手 哎 这个时候 还有谁能来帮助咒诺呢 原来咒诺斯找的帮手 就是独眼巨人 就是独眼巨人和百地巨人啊 你们不想离开这里吗 我是宙斯 我的父亲 是你们的亲生兄弟 如今他成为了众神之王 拥有无数荣耀 而你们 却被关在这个地狱里 只要你们愿意推翻 克罗诺斯 帮助我成为新的众神之王 我就可以放你们出来 威猛的巨人 被宙斯说服了 他们不但加入了宙斯的阵营 还带来了非常强大的武器 这下子 宙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克罗诺斯 你残暴不仁 不配做众神之王 还是快投降吧 哼哼 做梦 做梦 哇 宙斯打败了克罗诺斯 成为新的众神之王 而他的大哥哈迪斯 成为了冥界之王 二哥波赛东 则成为了海神 我要赶紧回去 把这个故事告诉馆长 馆长 馆长 快带我回去吧 馆长 我知道了 这块石头是宙斯的替身 他代替宙斯 被克罗诺斯吞掉 宙斯才可以逃过一劫 最终带领众神 打败克罗诺斯 太好了 第一件宝贝修复完成 皮皮 第二件宝贝 正在等着你呢 那是一株非常神奇的植物 下一次就修复它吧 呵呵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机械